这辆车坏了吃啥回了 坏了吃回家了 长离点说没有啥都不敢开 这辆车 你说不抓它有毛有 我来吐槽一下我们的国产车 这是一个比亚迪的S6 车主呢是一个星期以前刚买的一个二手车 这来了一个星期了 刚来的时候呢我们给它做了个大保养 我们明显看到那刹车盘都已经不行了 然后换了刹车盘 没过了三天呢 我们就会听见齿轮吱吱的响 给它检查了一下呢 那个压缩机的周成啊不行 然后今天这是第五天啊 整个水箱又漏水了 我们今天给它换了一个新的水箱 这就是我们的国产车 跑了9万8千公里 看看这个漏油 哎呀我们都不想给车主换了 我是真的后悔啊买了这一辆国产车 这么小的一个小斜坡都爬不上去 这个车门啊 开门的声音就是这样子的 这里是它的油箱盖 这个地方啊掉漆啊 就是因为它弹不出来 最多就是弹成这个样子啊 弹不出来导致成 每次加油的时候啊 都要很使劲的往后面这样子外面排出来 再搬才能搬得出来 所以累积时间久了 它这里就磨掉了啊 漆都掉了啊 我盖上去都非常的啊 费劲 这里呢是它的驾驶室室了啊 这个位置啊 掉漆特别严重啊 才短短的五年时间啊 五年也不到啊 掉漆这么严重 这个车啊是2016年11月混上负的 差不多五年时间了啊 九万多公里 所以啊 这个坡倒不上去 你们也不要说我技术差 五年的驾铃啊 行驶将近十万公里 商量上是老司机的啊 而且啊 这个车 它的油耗啊 特别高 高得吓人啊 真的是 上高速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如果你走乡村道路 或者是城市道路啊 这个油耗真的是高得惊人啊 我在开这个车的时候啊 在行驶过程当中啊 你即使是把这个窗户关上了 里面那个发动机的声音啊 噪音特别大啊 真的是特别大 在高速路上面啊 一脚油门踩下去 那个声音啊 真的会让你受不了啊 当时啊 听朋友们都说 国产车好 啊 要支持国产车 同时啊 也被这辆车的这个外观啊 高端大气豪华被欺骗了 也说不上欺骗吧 应该是吸引的啊 这辆车的外观 确实比较高端大气啊 豪华的那种 但是它连这么小小的一个斜坡 都爬不上去啊 反正就是我现在就是真的后悔 买这个国产车了 现在又下雨了 下雨之后啊 我可能连那个山头又出不去了 在里面看一下 国产车有哪些人与坏的 还有这四个玻璃 两年不到 就开始化了 看见了吗 一点都不老实 还有这个油盖 油箱盖子也不行 也掉不了 坏了 这个雨刮器 喷水喷不出来 坏了好几次 也修了好几次 只能刮不能拍 两年不到 就跑了两万九千零五二公里 可是毛病不大 油耗惊人 这国产车 真是恨死人的 这款车子 是一款国产车 跑军五六零 还行为人 买了几年 之后都没开过 还保五万多公里 为什么不想看呢 是因为问题太多了 今天我给大家一一吐槽一下 这个就是钥匙 钥匙的话三个按键都掉了 我这个车子启动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买的时候说是金皮的 钥匙的话 现在看 到处都是灰啊 不过你先看下去 买了几年了 一共才跑五万多公里 连油都不想浇 天亮放在这里 我看问题太多了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方向盘啊 我这个是用最大的力转了 你看到没有 这个方向盘是 完全转不动的 他是完全转不动 两只手打的手内 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 方向盘也是坏的 你会不会经过 数据的话 再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把这个影机盖 打开 前面那个袋子 也是一响一响 我换了两三条呢 就是这个 看一下 就是这个全送单啊 这个全送单的话 是换了好几条的呢 发动机 发动机的话 发动机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这个电池 电池也是换过的呢 然后就是 你看这树叶 基本上都没开过的 当初买这款车的时候 那时候是因为结婚啊 然后呢 在农村人 没有车的话 老婆都基本上取不到的 然后为了找个老婆 买了这款车 那时候才买的这款车 但是现在发现问题太多了 最主要的话是这个方向盘 我不知道是方向机坏了 还是什么原因 方向盘的话是特别特别难打的 你基本上两只手 现在开着的话 都很累的 很吃力的 只能说我自己能开 别的人 我的朋友他们都开不了的 所以说 建议大家如果说买车的时候 还是算好一点的车 然后扩展车问题真的是很多 除了发动机没出运机之外 其他的地方都是 这种车 我说你多了 这种车 但是看来 这种车 这种车 是《Ganjing Worl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